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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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我们的基隆港 守护我们的台湾所有的全国人民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想值得推动 又可以结合我们在地的美食来文化推广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我们这个農曆七月辅度刚结束 就是把老大公送走 然后这个城隍庙日巡夜巡就是来看看 还有没有在这个凡间的这个老大公 基隆城隍文化祭将在九月七号下午三点 在海洋广场正式登场 接下来重头戏 9月18日有日巡 来自全省城隍庙 各县市的城隍庙齐聚基隆举办绕镜 下午一点从城隍 下午一点从基隆城隍庙出发 庙方又准备了八千个咸光饼 让民众保平安 那今年呢我们基隆2007年呢 是我们基隆城隍文化祭的开罗开始 那这一次呢 有来自台北四大庙 城隍庙来进行起伏绕镜 因为四大庙他们从来很少 让自己一下让碰面一起合作 那所以说这次特别邀请他们来 也庆祝他们在台北市呢 今年刚好是140周年联合庆典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先把他邀请来基隆 我们这次城隍庙呢 有准备了八千个咸光饼 将在庙口咸光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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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光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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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大庙就是为了庆祝 西龙户国城隍庙207周年的安座大典 所以我们全部都会到齐来迎接这个 齐安这个绕镜活动 老大公庙观开门仪式完成 象征农历七月正式画下据点 既用城隍文化祭随之登场 今年正值护国城隍安座大典207周年 周将延续传统 进行日巡和夜巡绕境 也将与台北市四大城隍庙 共同绕境 祈求国泰民安 记者黄少鸣基隆报导 山海公民 山梁团体 他日前在新闻媒体上发布 有关市长动员基隆二薪的人员 支持挺良活动的事情 这样不实的谣言 我们认为违反了选法法第104条 所以今天依法 来到地检署提出告发 面对拆良行动团体 最近平民爆料 市长谢国良利用家族资源 动用企业学校参加顾量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吴浩在律师陪同下 前往地检署按您提告 八年团体三拨付识讯息 故障社会大后的行为 令人难以接受 何况八年团体的行为 以涉及为法 国民党作为本市 八年的重要关系人 只会任由八年团体造谣 却不负义责任 我们会向基隆地点处提告发 市党部正式提告之外 也召开了记者会 国民党守护 金融小组发言人郑立文强调 主副公司透过假处分 来保全东岸商场 二道四楼的建物 证明了金融市前任林又昌市府 漏洞百出 至于NAC他们本身的 这个相关的财产群 他透过假指证方式 来做一个保全 这里本身证明了 前任的林又昌市政府 的确是漏洞百出 问题重生 更何况现在已经司法贞结 的确是集体的攀憂 所以是林又昌基隆市 证明有错在先 那么NAC呢 他才透过官司 来做这个假取分的一个动作 再度证明此事 而政党民替之后的 陆陆续续有非常多民众 这些欧洞政府 从头到尾都在收烂摊子 都在替之前林又昌 所留下来的这烂摊子 这一笔浪杖 在努力的收属 其实从发起罢免到现在 国民党针对要告发公民团体 已经现在是发生第三次的部分了 那针对恶性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那一天公布了 这个录音档以及相关发文 之后陆陆续续有非常多民众 也提供他们的对话记录 然后或是在私讯或留言上面 表示说其实他们身边 甚至是自己都有遇到恶性要求 要动员去参加这些造势活动 或是帮忙宣传的现象 那其实这些在过去的选举 都是已经发生过的 那我相信这也是大家 每一个金融人心目中 不好意思 我这段通软 好 好我相信 恶性动员选举这件事情 也是每一个金融人心目中 共同的回应 这绝对不是单一现象 所以对于谢国王不断的说 他自己不知情或是不需要 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的荒唐的 那这些出来公布对话 或是说愿意提供录音党的民众 其实都有提到 他们担心自己 未来是会失去工作 其实这也间接反映恶性 对于基层人员 或是身边的人的 那个强制力 或是市政府本身公权力介入 有多么的严重 那我们认为在这部分上面 谢国良利用他自己的权力 然后去压迫这些市民 其实是应该要被站出来反抗的 针对近来霸梁团体指控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5号正式按您申告 希望造谣者为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立法委员罗志强 以及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会同当地的里长 一起在新丰街进行扫街活动 许多民众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热情的民众也希望 跟市长及立委罗志强一起拍照留念 用行动来支持谢国良 立委罗志强说一路扫街过来 可以感受到基隆民众 对于谢国良的支持 看到民众对国良真的非常热情 而且都是很主动过来 所以我认为真的看得很感动 一个公道自在人心 我想国良这段时间 把自己全心全力复苏在基隆 然后勇敢守护基隆 这个我觉得让一个意志跟勇气的展现 我是真的觉得基隆民众有看到 一路走来非常热情 对非常热情 感觉很棒 很棒很棒 来到新丰街 市长谢国良跟立委罗志强 也到福德公进行参拜 祈求基隆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现场新副理里长也带领志弓 来为市长加油打气 法恶大 你赞扬 我们不同意大连 10月13号 我真的拜过大家 真的这一口气 不是要帮谢国良出而已 法院已经帮他出四口气了 接下来看基隆人 要不要帮谢国良出去 有 要不要帮基隆人出去 有 最后我再额外讲一个小故事 跟各位讲 国良有多爱基隆 我跟各位讲 今天他就是因为太爱基隆 他今天犯了什么法 犯了什么罪 他犯的罪叫太爱基隆罪 没有这么爱基隆的市长 太爱基隆罪 他不是现在爱基隆 以前国良在当基隆的立委的时候 我在总统府当副秘书长 那时候国民党执政 那时候要盖一个深奥电厂的谢美码头 各位你知道是谁挡下来的吗 谁挡下来的 谢国良挡下来的 为我们基隆乡亲守护我们的海洋 守护我们的环境 国良也来找我说啊 就跟我讲说 真的那些地方不适合盖谢美码头 最后呢 我们从善如流 最后没有盖这个谢美码头 一个多月 会是艰困的一个多月 会是紧凑而非常残忍的一个多月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要来宣传我们不同意罢免的投票 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 跟今天到来的罗志强委员一样 做国良跟基隆市政府的后盾 让我们把真相呈现出来 用市政跟好的成绩 来服务我们市民大众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所以这个罢免跟人家不一样啊 不是说今天我很支持谢国良 我反对罢免 我正在家里睡觉 不是这样 你就出来睡了 他可能就被罢免 所以无论如何 一票吹一票 一票拉一票 10月13号 大家就出来 不是只为谢国良 为我们基隆拼一票好不好 好 谢谢 10月13号星期天 就要举行罢免案的投票 市长谢国良 与蓝营立委 一步一脚印进行扫接 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民众 让民众了解 这次的选举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谢国良市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外皮反光发亮的低卡茶香 冰皮月饼让人垂涎三尺 中秋节快到了 如何吃月饼吃得更健康呢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请营养科 营养师杨志凯 自行研发制作美味又兼顾 营养健康的低卡茶香冰皮月饼 饼皮是用高鲜低糖豆浆 无糖红茶几粒丁粉做成冰皮 内馅则是用红枣和无糖红茶做成 饼皮和内馅合成低卡茶香冰皮月饼 冷藏后食用口感风味更好 不但制作方法简单 减糖也减油脂 热量更只有市面上贩售月饼或是蛋黄酥的百分之二十 内馅的话它的红枣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 把它泡了泡水半个小时 那之后把它放到我们的电锅里面外国加一杯水 蒸熟之后再焖15分钟 那把它蒸熟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的红枣去皮 那去皮之后我们就要放到食物调理机里面去做嚼打 那如果太干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加入无糖的红茶 让它比较湿润 那除此之外加一些红茶也可以让这个内馅呢 比较有跟茶的一个香味这样子 那最后啊我们就使用滤网 把搅打过的一个枣瓶做一个过滤这样子 那最后这个步骤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啦 如果我们过滤的越好的话 这个枣瓶会是越黏密的 顶皮的话我们就是把很简单 一样就是把豆浆跟无糖红茶 按比例称重之后把它混合均匀 那把吉利丁粉加到我们这个混合液之后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一起做筛 那吉利丁粉在做的时候 最常会发现就是它很难 只是它可能会结块结块这样子 所以呢其实它重点的是它一定要过山 过山之后它才不会有一个 均值不太好的一个情况突现 那我们之后就把过山的一个混合液 小火加热到5-60度 然后把它关火 那之后就把它倒入我们的这个 月瓶的一个模具里面 就把它放到冷藏库 把它放到过月瓶模具之后 我们就会放我们的内馅 放完之后就放到冷藏库30分钟 所以其实很快 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和营养科主任张黄瑜 以及营养师杨志凯 力推这款低卡茶香冰皮月饼 制作起来相当简单 非常适合想要控制糖分的民众 或是本身有糖尿病的病患使用 基隆医院也提醒民众 购买月饼时尽量选择低脂 或是无脂 以及添加坚果类的月饼 注意营养标示 没有过多的化学物质 以及油脂和糖的产品 适量吃月饼和家人共度 健康幸福的中秋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用桃果小火慢炒 15分钟就亲自体验 从浅烘焙到深烘焙的过程 亲自炒咖啡 还要学研磨 冲泡 咖啡要好喝 每一个步骤都有学问 基隆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争取劳动部5050壮世代 就业网络合作计划 鼓励壮世代回到职场 我们政府呢 希望鼓励我们中高龄 再出来再就业 退休之后呢 最好再有一些 真能的一个技艺 那我们怎么样去斜杠 或者是说再就业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工作的一个能力 5050 银心大挑战 拥有工作能力 强化壮世代就业服务的量能 真能奉献 越老越精彩 那我发觉我们的这些学员呢 真的是都非常认真 我相信这六次的课程之后呢 每个人都可以 可以斜杠去做 他们喜欢做的这个 真能的课程 不只就业还能创业 冲泡的过程可有技巧 我们用闷蒸的水量 老师大概会注入 40cc的热水 水温是大概92度 大概充足的时候 就1比16 所以20公克的粉 我们大概充足到320 学员们遵循规则 一步步来收获满 我觉得闷蒸的时间很重要 就抓准那个时间点 大概在15秒左右 然后再来就是注水的部分 要稳定 用一个no字型 那不要忽短忽长 或者是水慢 不要 要稳定 那泡出来的咖啡呢 跟平常的咖啡 还没学之前 我觉得那个韵味是不一样 而且花香果酸味 全部都呈现在里面 我觉得很不错 把咖啡的冲泡跟实战 还有一些可能 将来可以应用在职场上 或者是在要开店 各方面的经营上面 都可以有所结合 这一项计划 为中高龄人士 提供了重返职场的机会外 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展现了老当益状的 积极人生态度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 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 或手机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痛過 優先離浪新人的那種感覺 我們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 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 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位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9月7號全國萬人大見總 我們目前已經重複到了 6台山陽機車 60台的變速腳踏車 大大小小700樣的摩材品 歡迎全市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見總 9月7號 歡迎大家來見總 9月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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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號 畫面上是遇見白米沸 山與海的音樂廳宣傳記者會 特别邀请原住民金曲歌手拉卡乌茂 自弹自唱赛德克族的传统歌谣 让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相当感动 其实我坐在那边其实真的很感动 因为你在一唱 前面几句的时候把我带到 我也可以想象我们那个 白米翁的一个整个画面 然后那个海跟那个 遥望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有一种 很难说述说那种情感 就是它是在保护我们的家乡 甚至它也是在帮我们去守护 对风景很美 因为就跟花莲海边 我们有一个七星坛的音乐会 那种感觉是一样 因为它贴近海 所以隔壁而已 就是小时候 因为小时候就在那里长大 所以那个土地对我们而言 特别有感觉 就是当我的脚又踏上那一块 白米翁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想回小时候的感觉 这场白米翁炮台山海音乐会 将在9月14号星期六举办 适逢亲发战争140周年 特别规划了国台语 原住民 西班牙 法国等多元音乐歌手开唱 考量周边道路狭小 因此也特别邀请民众 以登山践行 徒步上山的方式 参加音乐会 沿途有即章送好礼活动 协和电厂也赞助 1000支冰棒发送 还可以参加摩采抽大奖 今年9月份 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活动 这礼拜呢 就我们Fresh Weekend 就是我们那个 七发140的系列活动的第二场 就是在台发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 那下礼拜9月14号 我们说的不见不散的白米翁音乐会 那在9月底也是 9月26号是我们 也是针对七发140的系列活动 就是第25小时的整个的策展 那这次我们也邀请了 法国的一个旁闭度的艺术家 来到了基隆 还有日本跟西班牙其他的国家 一起为我们这次基隆 打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 的艺术饗宴 这也是我们在这次整个 七发140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力 希望透过多元艺术音乐等等相关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 现在基隆的爱跟和平 透过这场音乐会活动 市府邀请大家一起散步上山 来炮台听好歌 也借此感受 百米翁炮台的山海美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七堵区中心信仰中心 庆祭公庆财神安座十周年 将在9月15号举办法会以及表演晚会 更有直角机车家电大赛 有兴趣参加比赛的民众 即日起就可以向庙方缴交600元比赛费用 庙方也会致赠招财前母一枚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看谁可以获得财神爷的眷顾 拿到最大奖150cc机车 以及二奖125cc机车 我们这次办了财神安座十周年 我们早上从8点有一个大法会 8点到2点3点之间 有个财神招财进保大法会 欢迎各界来 3点半以后我们一个法会机车 还有家电的直辈大赛 我们越多杯的第一名就是机车 150还有125 还有家电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6点以后社团 还有7点以后明星表演 我们主要是把财神的这个福气 带给我们各位的乡亲 来使大家都有福气 得到这个宝贵的这些家电 还有宝贵的财气 我们做这个打回的意义在这里 除了机车大奖 还有电视机以及亲近机 微波炉等家电大奖 庙方希望把财神的福气分享给大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他是屋贼 套Q是这个是小孩子 套Q就是大只一点 那这就是他们的baby 那我们台湾人也吃这个baby 小卷 中卷 套Q 泡管 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让专家说给你听 那他们其实都可以称过叫做锁管 他有什么性啊 各位刚刚有问到 他如果有灯光照他就会这样 把他吸引过来 第一次摸到小卷 小朋友们好兴奋 除了分辨小卷特性 还认识小卷的身体构造 再来的材料有那个蒜头 对 然后葱 高丽菜放进去 从认识眼睛 身体构造 到如何上餐桌 课堂上 借用余会的讲师们 亲自示范料理 那我们再拌一下 清洗好的小卷 爆香清炒 搭配蚝油 酱油 放入高丽菜 黄面条下去拌炒 一整锅的小卷炒面 简单料理就可以美味上桌 今天的主角是小卷 你是不是吃过 没有 那感觉怎么样 很好吃的样子 今天上了做墨鱼炒面的课 我觉得很新鲜 因为第一次看过 这么特别的料理 我觉得很有趣 我回家想要做给爸爸妈妈吃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 但是小朋友其实对海洋 对渔民的生活什么都 其实都 其实都蛮陌生的 对 然后今天我看他们反应都很好 就是看到那个小卷啊 臭臭还有老师们 介绍了这些生物他们的构造啊 然后甚至还 你们还请人来料理啊 所以他们就是各种感官上面的那些 就是学习这样 对 然后这真的是 我觉得 基隆区这个渔会这个活动 真的很有诚意 基隆石鱼环岛列车来到新北新兴国校 不但带来石鱼教育课程 教导小朋友认识台湾渔业 分辨小卷金鱼捕捞技术 还将石鱼列车开进校园 让孩子们可以开心的品尝新鲜又美味的小卷炒面 我学到如何分辨你的品种 还有 然后怎么 怎么钓小卷的方法 就是 怎么分辨花青云和 白 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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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然后学到怎么捕捉 那今天我们是透过一些 简单的影片 鱼具鱼法的简单介绍 还有我们的天才小钓手的 渔业娱乐活动 带给我们的同学啊 学生一些简单的石鱼经验和教育的 教育意义 也让他们有 直接可以看到现场主食的一个状况 那去了解我们这个小卷的一生 也了解我们怎么分辨这些投足类 教区与会石鱼环导列车 开进新北淡水校园 带来新鲜的小卷炒面 让孩子们从课堂中认识小卷 品尝道地的小卷炒面 让台湾石鱼教育 从小炸根 记者蔡小军而言 记者黄秀明采访报道 谢谢国小赞不赞 赞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saw our�k 南枝 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骨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馬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社長 妳被擋住了喔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 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丫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響應我們的綠腳丫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谢谢大家